袁晟 钱朵 文秘书 开上张燕龙的车了 你终于取代小梁了 你千万别误会 我跟他没有关系 他受伤了 所以我帮他拿一些文件 他受伤了 怎么可能 张燕龙这么惊的人 会被人打 鬼才相信 他一定又是在演戏 你们都被他骗了 你没事吧 我很好 陈宝你辛苦了 你可优势点啊 累了就歇歇 别那么忙 太好了 我来 看来你还真离不开高尔夫 要是这样 你以后生病 就不用吃药了 看看球杆就行了 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打高尔夫 但是我喜欢球杆 你看 这个造型 这个曲线 太棒了 我还不会区分球杆好坏 我听说虞大龙也特别喜欢打高尔夫 他打高尔夫 最属于是附庸风扬 为了在球场上招女人 那你呢 你不会也是为了招女人吧 在我击球的那一瞬间 他会给我带来快感 这么有意境 怎么样 没什么情况吗 嗯 那行了 你歇一会儿 我来盯了 屏幕都好多 我来几天呢 你一会儿想吃点什么呀 我上街区给你买 来 你听得我出去一趟 怎么了 钱多有危险 不过你冷静点 再观察一下 再观察一下 等你养好生 我陪你去打球 来 你可得给我当教练啊 嗯 恐怕是没有机会了 日子还长着呢 别那么伤悖 怎么样 有情况吗 没事 再长 也逃不过老天给了定结局 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 可过程不一样 可过程不一样 咱们今天别太人生了 你这么关照我 我怎么报答你 有诚意就行了 别想那么多 上楼休息一下吧 我看 赵悠啊 我跟你说 你小子最终就是 剃头挑子一头热 你 你说人家张愿荣 人家有别墅 人家可以金屋藏江 你有什么呀 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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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杜队 赵悠 你在哪儿呢 我刚到楼下 我发现那个叫文婷的 刚进入到别墅小区 我想拦住他 我担心他别到张悠龙的别墅 再出点什么事 你放进去 杜队 光天化日 还有钱朵在场 你小子多动动脑筋啊 你要再沉不住气 我就把你踢下来 是 文小姐 张总说这样了我是 你不用向我解释什么 我又不是警察来调查你们 我只是觉得 于晓亮死得太远了 师父还未寒 可有人就迎来了新欢 钱朵 你还是一个有血氧的女人 以前我还对你有几分敬重 现在 你在我心里就是一堆垃圾 住嘴 万秘书 请你不要侮辱钱小姐 张悠龙 说到你痛处了吧 万秘书 有什么话你对我说 别把钱小姐扯进去 说 干什么来了 虚小梁是大龙公司的吧 对 虚小梁是虚大龙的女儿 也是你的未婚妻吧 是 现在小梁死了 可不管是怎么死的 公司总是要开个追刀会 举行个告别仪式吧 可你呢 你知道周围人怎么说你吗 怎么说 骇人 夺权 还有呢 和钱朵合谋 万秘书 谢谢你等我们提醒我 我知道 你对于晓良好 你能够直言不讳 说明你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夺没夺权 我杀不杀人 不是你说了算 还有公安局呢 另外 于晓良的追刀会 我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出现了意外 才没有举行 你先回去吧 等我伤好一些的 就举行追刀会 到时候会通知你 张元龙 你会遭报应的 温夏姐 我帮你倒杯水吧 倒什么水啊 我还担心下毒呢 骞朵 你也回去吧 少在这受刺激 我给医院打个电话 让他们派个护士来就行了 不用了 人要学会承受 你的承受力 天然敬佩的 像文秘书这样的女人 其实也挺可怜的 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 办事认真 已经到了较劲儿的程了 生活当中毫无情趣 他仗是自己公司的元老 说不定在过去 跟一大龙还有着恋情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分不清大小猫 所以公司让他走人了 也不完全是 他在经济上有些问题 他跟俞小良的私人感情挺好的 俞小良没有脑子 他是俞小良的智囊 俞小良还那么年轻 太可惜了 警方会弄清楚的 我不要说 看你那点出息 放心吧 从现在这情况来看 张元龙还是信任前走的 他不会有什么危险 那我们也得细心点 也都能粗心大意 喂 都对 您马上回队里 不是 我要走了就剩李峰一个人了 行吗 是听你的还听我的 那是 我马上回去 什么情况 都对让我马上回去一趟 可能是有什么新的部署了吧 那你先回吧 行 那辛苦你了 盯仔细点 放心吧 我睡觉了 还是把你给碰醒了 看你睡觉的样子 我想起我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身体不太好 我妈妈竟然给我煲汤 她也在坐在厨房里面 一边包着汤 手里拿本书还在跟我讲故事 书上说 找不到今天和未来的人 才喜欢回忆过去 我妈妈说我的全部 是她支撑我走到了今天 一个了不起的母亲 一个为自己的孩子 可以牺牲一切的母亲 可以牺牲一切的母亲 那差不多了吧 杜队 你找我啊 杜队 结果出来了 杜队 结果出来了 从局部的伤口和受伤被打击的力度看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高尔夫球杆击打的 余小良是刚刚遇害的 我们着重看了下她的细节 并做了具体的实验和分析 所谓的凶器也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高尔夫球杆 对 如果张元龙真是凶手的话 那么你认为她使用的球杆是同一个 还是其他的 这个还说不好啊 张元龙的藏杆实力有不少球杆 至于她作案时用的是同一个人球杆 还是不同球杆 这各种可能性都有 对了 我们现在各方面的疑点越来越指向张元龙 我觉得钱朵一个女孩子 跟张元龙这样的一个嫌犯在一起 会很危险 我们是不是 我找你回来也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你想个办法尽快地通知钱朵 让她找个理由赶快离开那里 是 好 可是我能知道 不要来 你为什么要去 你怎么去 你 воздуха 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 我怎么去 你怎么去 你怎样去 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怎么能听不出来啊 你不是说你要出去进货吗 怎么还没走啊 进货 没有资金进什么货啊 张总 您上次答应借给我的钱 您考虑的怎么样 我觉得你太不够朋友了 我都受伤了 也不说过来看看我 我这两天啊 正在配合警方破案呢 没时间去银行 如果你正要着急的话 让警察陪你去吧 怎么了 不信我替你去办 不 一个朋友 想给我借钱 我不想借给他 这人没什么信用 来 把药吃了 好 谢谢 天不早了 你也回去吧 那好 有事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 走吧 走了 不送了 拜拜 拜拜 拜 前总 前总 上车 你怎么总神神秘秘的 你怎么总就不听劝呢 你知道吗 一旦要是锁定张元龙是杀人凶手的话 你就等于和一个杀人凶手赤手攻权的待了整整一天 你知道多危险吗 有什么话直接说 因为职责所限 很多话我不能跟你说得很清楚 虽然杜队说了你跟我们配合得很好 你也做了很多工作 但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离张元龙远一点好吗 如果说张元龙真的是凶手 我包括你们 等待的不就是擒货他那一天吗 如果说他不是凶手 那这种危险根本就不存在 我现在离开的话 从心理学上来讲 这恰恰是一个破绽 不管你们同不同意 我都不会离开的 我一定要把张元龙和大龙公司彻底查清楚 我希望你相信我们好吗 我希望你真爱自己的生命 好吗 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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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麻烦事 钱左也叫上进了 他说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 他都坚持要去 他要把张元龙和大龙公司的事弄清楚 这哪儿来的 没有落款的邮件 两种可能 第一 王毅得不得报仇报复杀人 第二 真正的凶手转移视线 贼喊做贼 那要不要送到鉴定部门采集一下指纹 另外再鉴定一下声音 要啊 钱左要是坚持去怎么办 还是要阻止他 是 那我走了 2 1 2 3 2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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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